大家好,我是Den 10月21号,女团艾莉 以新曲切里许回归了 艾莉在3月发表了出道曲 这首歌在韩国主要因缘榜都拿下了一位 并成为了K-POP组合出道曲 首次进入美国皮肤部组的歌曲 虽然出道成绩非常好 但是也发生过一些争议 因此这次时隔7个月的回归 让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艾莉新曲切里许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Magnetti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坦白说我有点担心了 但这首歌真的不错 季节感也很符合 韩成员们也很大 这首歌是取样了以前的歌曲吗 感觉有种二三代女团歌曲的氛围 歌曲和舞蹈怎么这么不搭呢 服装也是一样 Magnetti太有童趣感了 但这首歌有一种微妙的梦幻感 真的很不错 呦呦呦呦呦之后变成去去去去了 这首歌虽然本身也很好 但这次的歌曲特别让人觉得主唱很出色 听起来非常舒服顺耳 感觉如果是中小公司推出的话 这首歌可能就会被淹没了吧 歌曲很好听 MV也太可爱了吧 把这次表现得这么可爱真有趣 感觉这首歌太常见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说实话我不是粉丝 但这首歌真的不错 如果没有那些争议 感觉他们会走得更高更远 所以艾莉新曲切里许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昨天10月21号 女团Aespa 时隔5个月 以新曲Replay许回归了 Aespa在今年5月发表的Shopanova 横扫了韩国音源榜 长时间占据了排行榜的一位 而最近发表的卡丽娜 solo歌曲Up 也拿下了一位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期待 很多粉丝们都希望 这次的新曲Replay许 会不会再次夺下音源榜的一位 目前这首歌已经登上了每轮排行榜的六位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Aespa新曲Replay许 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歌曲还没发之前 就一直有人说这个节奏很棒 果然真的超棒 真是帅爆了 这一开始觉得这首歌有点平淡 结果耳边一直回荡着 We We Play She We We Play She Aespa的MV真的是拍得超好 真让人羡慕 这根本不像是爱豆的音乐 反而像是会在服装店里放的背景音乐 感觉不像一首歌 真的超厉害 Aespa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啊 有些歌手只是在模仿美国姐姐们的风格 也有些团体只发行普通的舞曲 但Aespa却拥有自己独特的色彩 这点让他们非常与众不同 这次的概念真的太酷又很时髦 虽然这首歌感觉一般 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做这种独特的歌曲 真的很有他们的风格 感觉这次的歌好像只有节奏好听 老实说之前发表的Shopanova Armageddon Karina of Drama都太精彩了 可能正因如此 这次的新歌让人觉得有点失望 而且有点像广告音乐的感觉 看来只有我觉得一般吧 但也不能每次都很好 所以这样也没关系 在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 感觉彻底瞬间变成了夜店 真的是好到让人忍不住碰触口 整个身体都跟着动 超级兴奋 我懂那种说像是时装秀音乐的感觉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我是别家粉丝 真的好喜欢今天的Aespa 所以大家觉得 Aespa新去replay型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没有控制好距离 真的轻到的哪样汉塞呢 比哪样和Sana更惊讶的Momo 太可爱了真的QQ Sana吓到坐下来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机后最好笑 你先给我唱歌 这种感觉QQ 画面里出现的四个人都太搞笑了 哪样堂堂正正 Sana抖下 Momo比当事人还惊讶 机后赶紧让哪样唱歌QQ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